好继续来看到近期全台多地纷纷传出地方首长 遭诈骗集团冒名借LINE传讯息给民众借钱 榨取财务的消息 那么吉安乡长尤淑珍也陆续的接获民众反应 确认是否为本尊 那么尤淑珍也呼吁 如果有遇到要重家好友或者是借钱等问题讯息 不要上当诈骗 务必小心应对避免造成财务损失 坚持不法诈骗分子猖獗犯罪手法推陈出新 适逢选举要到了不少民众接获 以吉安乡长尤淑珍名义 以及公开宣传照片头像的LINE的讯息 要跟乡亲借钱或者是要求到乡长室来洽工 尤淑珍说这是假的 大家不要上当 最近诈骗参考针对于行政首长的照片来进行 广大群众的LINE的分享借贷 甚至于是通知到乡公所来作为一个事务的研讨 这一些不明的来源跟有问题的内容 都请乡亲发挥智慧来审慎的评估 尤其在这段时间 我们拒绝借贷以及汇款的动作 这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您认为它不是真的 希望大家开启的是确认的问题 那在这里 淑珍也已经备案请求侦查 所以请呼吁所有的乡亲好朋友们 爱淑珍请不要汇款 游淑珍提起乡亲要提高警觉 不要亲信来历不明的陌生账号 任何不明人士要求汇款 操作ATM转账 或者是要求带为购买线上游戏点数 都有可能是诈骗手法 他请乡亲多加留意家中长辈 提醒长辈们不要亲信 以公众人物照片添加赖好友的陌生讯息 这里会起来相报道